馬鞍全香港 今集選了馬鞍山 對, 家燕姐 其實馬鞍山這個地方我都很熟悉 馬鞍山是位於沙田的東北邊 經過幾十年發展之後 馬鞍山已經成為了商場 和屋邨林立的新市鎮 我也是馬鞍山大的 不過有些事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在1866年 清潮的地圖新安縣傳統 已經由馬鞍山這個地名出現 今集不如讓我講解馬鞍山的地運吧 好, 今集請來的嘉賓就是 Judy和Tiffany 好, 乾杯 真的很可愛 恭喜… 恭喜… 請坐… 今天說馬鞍山地運, 請你們來 究竟你們跟馬鞍山有什麼關係 我其實不少的初、中、中、中 都跟馬鞍山有關 你好像引導她想想, 是不是初戀 對 還是黃小初戀 剛才剛才被卡住了 不好意思 Siffany呢 我經常很喜歡行山 馬鞍山是一個地方 我會很多時候去的 非常好 我知道今天幫幫師傅 建議馬鞍山雙俠的開運賽 現在Benny大廚正在準備 Benny大廚, 請問是什麼呢 現在跟大家準備 這個就是冬菇馬蹄煎肉餅 真的漏了口水 沒開飯前, 幫幫師傅說想跟兩位嘉賓 用觸機去測運情 好, 你們想問什麼問題 我就是想問事業 我問一點姻緣 好… 阿波師傅, 觸機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在他們兩個剛才拍照 不小心的時候 我就說, 好, 我看到一些東西 是嗎? 拍照嗎? 在拍攝之前, 他們兩個很可愛 拍很多的影響 因為我始終覺得 最好的觸機 就是在別人最自然的時候 就會嘴唇 對 對, 沒錯 先說Tiffany, 去問事業 對 剛才我看到你逗留在這個位置 挺積極的 是… 在那裡逗留得最久 在風水用品裡 代表名氣 節節上升 而且我看到Tiffany這麼高 我寧姬一觸, 她群下之神 也會有很多 看到那兩棵花嗎? 是 我聯想到花是桃花 剛才的角度, 我看上去 就是裙的下面, 明白嗎? 真的很有異景 對 好, 想到Judy 她問了一點點的姻緣 你又捉到什麼機 她剛才在柱後面 也是很接近的花 一開始會先收拾 不是那麼公開 即是俗稱地下程 對… 說出來是不是公開了 對 師傅, 你在問姻緣 想裝模式 其實都避暖了, 好 接著越控越前 直接黏在花上 基本上桃花運 這個已經不用說了, 一定有 她留了很久 就在這個運拍照 可能她現在也在轉運 但我看到她是背著拍的 她是回眸的 沒錯 可能運或機會到了 有很多運氣 很多跪人在身邊 但你不察覺, 不懂得運勇 即是我要不斷回望? 對 不斷回望 運到, 你要把握機會 對, 兩位很好參透 對 沒錯 嘉營姐, 你好像聞到什麼 很香 對 Bernie帶著 我們的開運賽準備好了嗎 已經為大家準備好了 好… 很棒…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熱辣辣, 軟粒粒的羊腩鍋 還有香噴噴的馬蹄煎肉餅 很棒, 我們起發 太棒了 太棒了 很棒了, 不用客氣 謝謝… 幫幫師傅 我們今集是說馬安山的地運 為什麼你會建議 煮馬煲和馬蹄煎肉餅呢? 首先, 馬安山的馬字 馬… 你猜有什麼生肖是隔馬嗎? 馬… 不就是羊 羊… 菜式會隔馬安山 就是用羊冷煲 而且現在冬天, 你知道會暖粒粒 對嗎? 馬蹄也是, 對嗎? 又合起來羊 六合就是五味合 五就是道比馬, 味就是道比羊 所以這兩道菜就像六合一樣 一個馬, 一個羊 合, 也有少許馬的耳味 對… 明白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 北方師傅 馬安山我住了二十多、三十年 接下來的地運是怎樣的呢? 2024年之後就入九運 九運最旺是南邊見山, 北邊見水 剛好馬安山就是什麼? 南邊見山, 北邊有水 對, 所以北邊見水是旺財 南邊見山就是旺人丁 那裡的發展會越來越快 因為那裡會越來越聚人 因為九運的時候, 火就是最旺的東西 然後馬字也是熟火, 所以就特別旺 即使沒有錢投資, 在中間屋裡也好 對… 真是可以的… 是嗎? 我們兩位嘉賓 有什麼特別的自身要請教幫幫師傅? 是嗎? 免費的… 我想問一下, 最近我為了工作 拍劇剪短了頭髮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對未來的工作 好不好? 好嗎? 其實是好的 19年開始, 破軍 破軍就是做一些破舊、立新的東西 即是未做過的東西 未試過的形象、未做過的角色 類似去做這些東西是好的 所以你是很應該… 以前如果你是長長頭髮 現在就剪成男生 其實還可以的, 沒問題 好 會有什麼角色特別適合他做呢? 女一那種好嗎? 但他在走一個叫成相運 就是阿姨, 做配角 比做主角快要上位 你快打給經理 安排一些不是主角 你可不可以 你一套劇是女一嗎? 我不會 因為… 因為天上星很差 反而你一搶做第一 就有很多原因 很多是非各的東西 把你拔下來 他反而… 沒所謂, 沒所謂 沒所謂, 沒所謂 然後上去可能是最佳的配角 配角是更加搶氣 對他更好 是非常搶氣 可能比主角更搶, 也不奇怪 我想想哪個女主角跟他一起拔 真是大件事 大件事 真是大件事 像劉詠璇當女配角 那個女主角很害怕 因為… 因為大家都會很害怕 避開他 他真的會很搶 他不需要說是最主要主角的角色 但很多人會留意到他 不是, 他那個角色很棒 很棒 很棒 謝謝… Judy, 你剛才那些小小的姻緣 有想多問一點嗎? 是 是, 關於這個姻緣 很遠 我其實只是幫我媽媽問而已 我是屬於早婚還是遲婚? 先回答一下伯母 你是應該要遲婚嗎? 你應該要遲婚嗎? 有多遲, 多少歲最適合? 其實也不太遲 是, 三十三歲打喉而已 我不是, 打喉就到了 不是… 你也是陰叉陽坐隔 有一點陰叉陽坐隔 首先不要高調拍拖 低調調比較好 第二件事就是你不要計劃你的婚姻 順其自然一點 反而順其自然就閃婚了 後天就結婚了 對, 結婚了, 簽紙了 真的嗎? 記得早點跟我說 你先聽清楚 剛才, 你要遲婚 你不要現在就女生 你過了三十三才想閃婚 三十三之後才說後天結婚 因為你的七殺星都是快來快去的星 尤其是在婚妻宫 可能有閃閃的現象 看到對就馬上來嗎? 對, 可能會有其他原因 雙喜臨門… 怎樣可以避過你? 那些… 黃師傅什麼都可以回答 我想大家都可以回答你 我過來, 我來回答你 對… 安全一點, 小心一點 沒錯… 我想問我要現在才安全一點 還是… 要的了… 我三十三之後才安全一點 現在已經要了 我現在也要了 因為剛才我還沒說 Julie其實今年有天氣星 在民工當中 天氣星為什麼呢? 很棒 而有喜 或者是… 對, 就是那些 可以說恭喜你嗎? 恭喜你… 不過因緣來說 如果天氣星不是說生寶寶 可能是養寵物也可以 甚至會遇到一個不錯的對象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開心一點 沒錯 安全一點 對… 安全自身 安全自身 對, 還要很重要 你們兩位都要記住幫忙師傅的貼士 真的貼士 對… 在這裡足夠的位置 無論住哪一區都時事順景 越來越旺 沒錯, 就像我們的節目名字一樣 T.T.T.Holwaa 拜拜